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入讲到关于Frida这位美女画家 过去在讲她是美女画家的时候呢 有同学呢真的对她不以为然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关于Frida 她会有怎样的经历和震撼带给我们 因为超现实主义呢是以画梦画潜意识为主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 因为有人会把Frida和超现实主义相提并论或者相比较 然后Frida就说了这句话 她说我不画梦我画我的现实 好从这句话大家也可以看出 她和超现实主义的区别在哪里 然后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两张Frida的照片 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生平 其实Frida呢有一点像我们前面讲的梵高 那我们在讲梵高之前我们首先是介绍的梵高的生平 也就是这两个画家都是你不了解她的生平的时候 你很难看懂她们的画作 你很难从她们的画作里面感受到力量 而且如果你直接去看Frida的作品 你可能觉得简直是惨不忍睹不忍直视 而且我们可能也不太清楚Frida在表达什么 好这里呢我们先看一看她的出生 Frida呢出生在墨西哥的一个比较贫困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然后她的父亲呢是德国一的墨西哥人 然后她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墨西哥妇女 然后她们家族呢生下了全是女儿 结果她的父亲呢其实非常像有一个儿子 但是呢Frida从小呢就性格很活泼 像一个小男孩一样 而且非常聪明漂亮 然后她父亲呢小的时候呢就最喜欢的就是Frida 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孩子 而且呢她的父亲呢是一个摄影师 Frida呢可以说呢虽然不是从事摄影 但是Frida呢从小呢就喜欢画画 可以说呢也继承了一点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遗传 好然后Frida呢在她六岁的时候 得了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呢给她留下了一点轻微的后遗症 幸好还比较轻微 然后导致她的两个腿啊就是一出一戏 这样她走路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点的 这个有一点微薄 是这样一个状态 好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还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 然后在她中学的时候 第一次墨西哥允许可以有男女混校 结果呢她的父亲就非常开明的 把她送到了这个男女混校的这个学校 结果呢Frida一进了这个学校以后呢 很快的就成为了这个学校的男生的有一个小 类似于就是我们说调皮捣蛋的有点小混混的那个小集团里的头目 所以大家去看看Frida这个女孩子她有一个怎样的个性 她可以在男生的这样的一个小集团里面居然可以当领袖当头目 好所以她完全就像一个小男孩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性格 好然后结果呢她的人生的第一次灾难呢是在她18岁的时候 然后18岁的时候呢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车祸 其实呢那个时候啊墨西哥因为这个经济啊 各方面条件不是很好 然后她的公交车不太安全经常发生事故 结果呢Frida在这一次的交通的这个事故当中呢 结果她就成为了那一场事故当中伤得最重的一个人 所以说非常的不幸啊 然后这个事故呢就导致了当时是有一个公共汽车的那个扶手 穿透了她整个的下半身 然后她的脊柱也破裂了 断裂 然后身上有很十几处的骨折 然后她整个盆腔被这个公共汽车的这个扶手穿透以后呢 盆腔也是破碎 所以后来呢等她康复以后就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并且呢在床上是躺了一年多时间 她才能够下床走路 然后当时医生呢就说 她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 就可以结婚但是绝对不能再生孩子 好结果这样呢 Frida在这个情况下呢 对他们家庭的经济的打击呢就很大 因为本来家里呢就不富裕 然后为了给她这个治病 就是挽救回她的生命呢 实际上当时做了很多很多的手术 花了很多钱 这样呢Frida呢就很难继续学业 她就很想赚钱去帮助她的家庭 但是这个时候呢她就发现她不会干什么 后来她躺在床上的时候 躺在床上的这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她全身被白色的石膏全部绑住 就打上白色石膏固定她的全身 因为全身骨折太多 结果呢这样呢她在躺在床上实在无聊的时候 她就开始在她的白色的这个石膏上面画画 最后把整个白色石膏全部画满 后来她的父亲呢很爱她 她的父亲就买来了颜料 纸 还有画板 画架 然后就让她躺在床上 可以画画 就在这样的状态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她想为家里赚一点钱 去补贴家用的时候 她想那我纸会画画 然后这个时候呢她就想起 曾经在她读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墨西哥最有名的壁画家 叫做Diego李维拉 这个画家 然后这个画家呢 曾经在被他们学校请来画画 然后当时画画的时候呢 弗里达呢还看 就偷偷地去看这个Diego做画 结果呢看 偷偷看Diego做画的时候呢 又发现Diego呢 又和她的女模特在调情 然后Diego当时呢 还被她的妻子发现 然后发脾气 好 然后这样呢 当时呢 弗里达看到Diego做画以后啊 她就对她的男性小伙伴们说 她说以后我要嫁给她 以后我要嫁给这个Diego 然后就是 就是三一个小女生啊 在那个其实还是很保守的年代 她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惊人的啊 好 结果在她想 以画绘画来赚钱的时候 她就去找了Diego 她真的非常大胆 然后她就找了Diego呢 让Diego来看她的画的画 她就对Diego说 她说你帮我看一看 如果你觉得我有绘画天赋 那么我就继续画下去 我想通过卖画赚钱 她说如果没有 你也请直接的告诉我 那么我在寻找其他的办法 办法去帮助家里 好 结果呢 后来Diego呢 你画得非常棒 而且呢 你虽然没有学过任何的技巧 可是你那种发自本能的 自发的 一个很真实的表达的状态 然后Diego呢就鼓励她 你真的可以继续画 好 这样呢 Frieda呢就和Diego呢认识了 结果认识以后呢 我们知道Frieda 虽然是经过重病 但是呢 她其实天性的性格 是非常活泼 开朗幽默 而且喜欢调皮捣蛋 结果她这个性格呢 就很吸引Diego 然后呢 她其实对Diego 也非常的仰慕 第一次看到Diego的时候 就是要嫁给她以后 结果后来呢 他们俩就真的恋爱了 而这个时候呢 Frieda呢 其实才20岁左右 但是Diego 已经是将近50岁 而且Diego已经离婚过两次 而且Diego呢 其实在男女关系上呢 名声不是太好 然后Diego呢 和她的女模特呀 女学生呀 包括当时的社会名流 一些女明星啊等等 一直都有传出绯闻 就是她没有办法 安定在一个女人的身边 可是Frieda呢 当她出现在Diego身边的时候 当他们俩相爱的时候 Frieda觉得 她可以征服这个男人 她觉得她可以嫁于这个男人 然后她就义无反顾的 要嫁给这个男人 相当于他们是第三 是Diego的第三次婚姻 而这是Frieda的第一次婚姻 好 就在这种情况下 Frieda最终嫁给了Diego 可是呢 嫁给Diego以后呢 并不像我们说 童话故事里的 公主与王子结婚了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其实不是 实际上呢 Diego呢 在Frieda身边呢 可以说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因为刚刚新婚 结果后来过了不久呢 Frieda就会不断地发现 Diego呢 会和别的女性 有其他的关系 然后这一点呢 就让Frieda非常痛苦 然后Frieda是一个很独立 很自信的一位女性 实际上 虽然她经历了车祸 虽然她经历过小儿麻痹 但是她其实是一个很自信 很活泼开朗的 这样一个女孩 所以在18岁的那次车祸当中 她能捡回一条命 医生都觉得很清醒 然后她的求生欲望 是非常的强 当然也是因为 她这样一个 很顽强的生命力呢 吸引了Diego 但是呢 Diego呢 还是没有办法忠诚于她 一位女性 在她身边 所以这样呢 后来她就不断地 为Diego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他们婚姻当中 就经历了很多的这样一些 曲折痛苦 但是呢 Freda呢 她并不是像其他 很软弱柔弱的女性 只是一负一Diego 但是Freda呢 后来呢 她就自己呢 也报复Diego 然后通过两性行为 然后她也出轨于其他男性 然后最后呢 Freda呢 甚至还出轨于其他的女性 同性 所以她最后成为了 一名双性恋者 好 大家看一下 Freda的生活的年代 我们说在20世纪初 20世纪上半叶这个时候 其实作为双性恋来说 其实是比较少的 而且呢 很少去公开自己的这样的行为 可是Freda非常大胆 她是我心我素 我想怎么做 我从来不遮掩 然后后来Diego呢 可以容忍她和女性的 这样一个性行为 可是不能容忍她和男性的 这样一个出轨行为 所以后来她们的婚姻呢 就经历了 就离婚 结果离婚才一年多 离婚才一年多 然后结果又很快又复婚 但是呢 Freda呢 因为身体的原因 18岁的那场车祸 最后就导致了 她一生最后做了30多场手术 大家看一看 她在47岁去世 18岁的时候遭遇车祸 然后这中间 她做30多场手术 有时候一年当中 都要做几场手术 所以大家看到 她不仅仅是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 对她的病痛的身体的折磨 然后还一个呢 就是她和Diego的婚姻 不断地这样子 就是互相折磨 有一点我们说相爱相杀 就互相折磨 纠缠 有非常非常多的纠结在里面 但是呢 最后呢 当他们复婚以后 又复婚以后呢 Diego在Freda的最后几年 40多岁的时候 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的时候 最后Diego是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两个人 他们绝对非常非常相爱 可是呢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彼此的因爱生恨 又创 又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呢 可以说有非常非常多的 波折和曲折 好 等一会呢 关于他们在婚姻当中 后期发生的故事呢 我会通过他们的作品 再进一步呢 给大家来介绍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 再看几张照片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两张 这是Freda的家庭照 这是Freda的家庭照 好 我们看看 他的这两张家庭照里面 大家猜一猜 哪一个是Freda 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哪一个是Freda 我们看一下 好 以前在课堂上 把这个照片放出来的时候 只有少数同学能够猜对啊 好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中间这一个 这个就是Freda 好 如果是这张照片呢 那就是最左边的这一个 这个是Freda 好 就在课堂上 当我宣布谜底的时候 他都很痴心 实际上这是Freda 在参加家庭聚会照片的时候呢 他男扮女装 照了一张像 上次里呢 他也有一点 想去满足 或者说去圆了他父亲 那个想有一个儿子的 这样一个梦想 所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 而且呢 他本身就很像一个男孩子的性格 然后我们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出啊 这家庭成员里头 他是不是最有气质啊 他应该是最有气质的一个啊 好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Freda的其他的一些照片 好 这也是Freda 然后这张呢 这个就是Diego 就是他的丈夫 当Freda和Diego结婚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妈妈呢 是很不同意 因为一个年龄相差太大 还有一个呢 其实这一张看上还好啊 可能后面我们给大家看有些照片 Freda其实身情非常娇小 他的个子其实并不大 个子并不高 然后Diego呢 是又高又胖又壮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所以Freda的母亲呢 当时呢 就觉得他们俩差距太大 他们形容 他的母亲形容 他是大象与鸽子的婚姻 然后当时Freda的父亲呢 还比较赞同这个婚姻 因为Diego呢 当时已经是在墨西哥 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壁画家 所以当他们结婚以后呢 可以说是Diego帮他们家里 还清了一些债务啊 当然对Freda来说 他和Diego的婚姻 绝对是他们之间的真爱 绝对是因为他们的情感啊 感情因素 好 这里我们看到几张 我们看中间这一张啊 中间这一张呢 是Freda 这个是在1953年拍摄的 然后在1954年Freda去世 那么1953年 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第一次啊 在墨西哥为Freda办画展 因为Freda其实和Diego结婚以后 他的经济问题 家庭的经济问题 就已经解决了 所以Freda后来呢 他长期是陪伴在Diego身边 Diego是职业画家 然后他在陪伴Diego的时候 照顾Diego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呢 在他闲暇无聊的时候 他就会画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不是为经济能力 不是为了去卖画赚钱 所以他的画词 一点都不具有那种商业味道 所以这个时候 他纯粹就是自己 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 的这样的一个作画 结果呢 他后来的画作呢 就反而就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注意 因为他以非常纯粹的 一个态度在作画 所以后来呢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 在墨西哥就开始 为他办画展 然后这次画展的时候呢 当时他其实已经病得很重 大家看他躺在床上 已经完全不能起来 当时他的医生就告诉他 他说你绝对不能离开你的床 但是福利达就很想要去他的画展 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搬画展 结果后来呢 在画展当天 他就让人 他躺在床上 他让人把床搬到了画展 会展中心 然后在当时呢 后来他当时一去了以后 他就对他的医生很调皮的 打了一下眼睛 说医生你看 我遵守了你的要求 他说我没有离开我的床 好 然后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呢是1954年 也就是他最后去世的那一年 所拍的照片 然后福利达呢 和他的丈夫呢 都是墨西哥共产党员 所以说这是这张照片呢 是他们在墨西哥参加游行 示威游行的这样一张照片 然后因为福利达和Diego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因为他们也是在墨西哥是名人 所以说呢 这样的这个游行呢 当时呢就请了福利达 还有Diego出席 但是福利达其实我们看出 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看出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白CIA拍摄的 美国中信局拍摄的照片 好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几张啊 这是福利达躺在病床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躺在病床上做画 我们会看到 躺在病床上 好 这张也是 这是他躺在病床上 他把它固定他身体的那个石膏 画满了画 最后全部被画满 然后甚至通过静止的反光 来画画 好 然后这张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福利达 非常瘦小 非常娇小的身材 然后这一位是Diego 这是他的丈夫Diego 然后这是其他的朋友 好 这是生活当中 在家里他和Diego的照片 好 然后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 是在病床上的福利达 那我们会看到啊 即使是躺在病床上 我们看一下他的装饰 他的头发 然后他的化妆 然后他带的这些饰品 大家看到他仍然 即使是躺在病床上 他仍然非常浓重的 这样的一个装扮 然后福利达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他是陪Diego呢 到美国去发展 当时呢 是因为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呢 就邀请了Diego去作画 结果这样呢 他们就去到美国 结果福利达呢 去到美国以后啊 他就一直坚持 穿他的墨西哥服装 像福利达是一个非常爱国 然后很有这样的一个 民族情节的 这样一个女性 结果呢 他在墨西哥的时候 经常穿着墨西哥的 民族服装出现的时候 在街上走的时候 他后面就会跟一群小孩子 然后那些小孩子就以为 他是把戏团的 但是呢 福利达呢 依然这样子穿着 不改他的本色啊 这样子的 好 那么最后 今天的这堂课的最后 我们来看一幅 福利达的自画像 我们来看看他的自画像 好 那么福利达的 从自画像里我们看到 其实福利达的长相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就是他是连心眉 我们看一下啊 他的眉毛 他的眉毛是连心眉 然后这其实是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但是呢 福利达在做画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改 他的 就是一点都不掩饰 他的这样一个连心眉的特点 而且他甚至是有意的在强化他 而且呢 福利达呢 因为做西方人啊 本来那个毛发系统就比较 比较发达 然后他在西方人的那个里面 毛发系统可能更发达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他的那个嘴巴上啊 其实上是有一点点的 微微的有一点点小胡子 生活中他也是这样 但是呢 他在画画的时候 他毫不遮掩地把它画出来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说西方人 欧美或者是那边的人 他们其实是很注重 剃什么叶毛啊 然后特别是女性啊 还要剃腿毛啊 胳膊上就 毛发太重了 是要把它剃掉 对不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点忌讳 这样毛发太过浓密 但是呢 福利达在他的画作当中 他是很真实地去表达 他的这个状态 他从来一点点都不遮掩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了 他的自画像里面 然后我这里找到一张照片 然后这一张是和他的 这一张自画像 最相近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他的连心眉 然后包括他有一点点的小胡子 实际上 从他照片里 我们看确实有 很有一点那种男性的 阳刚的 很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表现 对吧 好 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就只给大家展示 这一幅作品 然后下一堂课 我们继续讲福利达 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展示 更多的福利达 让他陪伴在迪哥身边 然后他画出的那些 触目惊心的 让人简直不忍直视的 这样的一些作品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词